妈,你有什么话就赶紧说吧 一会儿我要跟郑东吃饭呢 女儿啊,你看妈这身体也不听使唤了 你什么时候跟郑东结婚呢? 这好说啊,你什么时候出嫁妆,我就什么时候嫁 郑东家里好着呢,人家不会亏待咱们 她可是答应了,要拿出三十万的彩礼啊 妈,真想跟你说这个事呢 妈,这里有一样东西是给你的 什么?欠条?妈,你什么时候借了这么多钱? 妈,你们这是怎么了? 妈,当初大黄跟你结婚的时候,家里就没有什么钱 建了房子之后,就跟你结局了 那个时候六年还在上大学 我就找大黄爸爸的战友借了八万块钱 本想这钱吧,我慢慢的还 可是现在我这身体,不行 这钱啊,以后就是由六年来还 什么?我来还?我哪有这么多钱啊? 妈,我才刚工作,没有这么多钱 您这是偏心啊 我以为你要拿什么东西给我呢 没想到竟然是这个 这签条上,签的是你的名字 你自己还,我不还 妈 妈 妈 您放心 这钱啊,我们大黄还还 妈 这怎么可以啊 你们也不宽裕啊 还要养孩子 妈 这一家里,就别说两家话 您的事,这是我们的事 这钱的钱,就得还 好,媳妇 妈,放心吧 好,你先休息吧 好,你先休息吧 漆黑男女,用心创作快乐 大家好,我是溜溜 喜欢我们只有关注七点半 每天与你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